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网购一款点焊机,终于到货了 下面我们打开看一下 就是这款阿威兹的U3 它不只是一个点焊机 还是一个11000mAh的充电宝 它的外观看起来还是很简洁的 这里是它的辅助配件 我们打开看一下都有什么 一个说明书 阿威兹 这端是点焊笔 一共是两个 它的插头是这样的 这边还有一卷捏带 这个是一个砂纸 这个是充电线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标注参数 产品型号是这个U3 名称是电池点焊机 点焊输出电压4.2V最大 点焊输出电流650A最大 充电的Type-C 5V 2.1A出入 USB也就是充电宝输出是5V 2.4A 电池容量是11000mAh 3.7V的电池 40.7Wh 制造商是这个 这两个插孔就是点焊笔的插孔 这个是我们手动开关的插孔 这段还有一个手动开关按键 这个是开关机按钮 并且具有选择的功能 这个是确诊按钮 下面我们开机 下面这个电流指示单位毫安 这段是电压指示单位服务 它是用来指示我们充电宝输出的电流和电压的 下面我们给它接上手机 试一下这个充电的功能 我们看正常了 现在输出是1600mAh 已经达到两按了 2.3按 这段是4.98V的电压 它的档位功能一共是80档 从1.0到9.0 我们看 每按一下是加0.1 长按这个按键 它就会转换到我们的个位 然后我们再按 就会从个位相加 它的数值越大 输出功率也就越大 这段是处发时间 当我们按下点焊笔的时候 延时这么长时间来进行焊接 这个是连点 次数 这个最多是三次 也可以设置一次两次 每按下一次就会点焊一次到三次 这是自动和手动模式转换 是通过我们这个模式转换 设置到这儿 我们就可以调节手动和自动 自动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点焊笔 放到我们的焊件上 就可以自动点焊 如果是手动点焊的话 我们需要按这个手动模式按键 或者是我们这个点焊笔上边 有一个按钮是同样的 这段这个就是预热了 预热功能也是能够调时间的 这个预热功能 是可以除去我们焊件上的氧化物的 这段还有一个间歇时间 我们看这个间歇时间也是可以调节的 另外在这个菜单里 我们可以选择语言 可以选择英语 或者是我们的简体中文 同时这个位置是连点间隔 焊接声音是可以开关的 屏幕的亮度是可以调节的 0到10 这段是屏幕的旋转角度 我们现在是正零度 我们按一下 它就会变成180度 总之它会有两个方向 然后这有一个定时关机的时间 还有一个恢复出厂设置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焊接经验 给大家介绍 我们看 第一个是焊接效果 与使用焊笔的力度有关 材料厚度 材质 叠放顺序等有关 过度用力按压焊笔 可能会导致焊接效果变差 因为过度按压焊笔 会导致接触内阻变小 因此适当焊接力度很重要 需要练习掌握 焊接时要分析焊接材料 是焊接力度不够 还是焊接过度 如果材料过度 灼烧应调小焊接档位 或把融点高的放上面 如果焊接材料焊接不够 可以反行之 具体焊接可以根据焊接效果 自行分析和调整 说明看完了 下面我们插上点焊笔进行焊接 这个插头是插到这端的 这个插头自然是这个插头 下面我们拿出我们的捏带 进行焊接 需要多少 我们就给它剪下来多少 捏带在焊接的时候 还是需要平整的 另外它要接在我们的焊接物上 好 下面我们点焊试一下 接下来我们开始焊接 我们把这个捏片 焊到我们这个钢锯条上 我们的档位选择是6.1 焊点的次数是一次 预热是2毫秒 自动模式 下面我们测试一下 这是一次 然后我们再焊一个点 这是第二次 这是第三次 我们看一下焊接效果 我们看焊点非常的深 而且穿透力也很强 下面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撕掉 我们用钳子 在焊接的时候要选好它的力度 以及预热时间的 我们看 焊接的很完美 液带完全被撕开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选择的力度是很合适的 接下来我们焊接这三节 18650电池 这个捏带已经这样了 下面我们焊接一下 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把这两个点对好位置 然后我们再给它焊一下 接着焊这个 这个位置有点偏 使用的时候一定放平整 位置放好 看来我这基础还是有点不过关的 好 这已经焊完了 看这个技术还有在提高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力度 我们看 撕下来几块 这端同样是 把我们的腻片已经撕开了 焊接还是非常结实的 有了这个焊接神器 以后用来组装电池或者是维修 都是很方便的 而且它的体积并不大 还能够当充电宝使用 还是比较方便的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